他是汉初三杰之一 也是中国第一谋盛 他是诸葛亮和苏东坡的偶像 也是所有谋士的楷模 他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每一条计策都关系着王朝的命运 他身居庙堂之上 却不忘江湖之远 巅峰时期称病退隐 是明哲保身的典型 他不只是一个谋士 他更是一面旗帜 他就是刘侯张良 谋士是中国历史上 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 所谓谋士 就是用自己的智谋 为王侯霸业服务 从而达到自我实现的最高理想 这类人满腹经伦 足智多谋 具有相当的政治眼光 和战略思想 以及军事才能 张良便是这类人中的典范 张良 自子房 战国末年韩国人 秦末汉初杰出的谋士 西汉开国功臣 政治家 张良是正儿八经的贵族子弟 他的家族在韩国有着显赫的地位 张良的爷爷叫张开帝 张开帝以相国的身份 辅佐过韩国三代国君 张良的老爹叫张平 张平作为相国 辅佐过韩国两代国君 所以张良一家 算得上是韩国的铁杆忠臣 按照正常发展 张良也会承袭父亲和炎业的爵位 将来可能也会辅佐韩国的其他国君 但现实往往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公元前250年 张良的父亲去世 那时张良才几岁 年龄太小 没能当官 公元前230年 此时的张良已经20多岁 有能力去做官了 但是他的国家没有了 这一年 韩国被秦国所灭 张良沦为不已 韩国虽然灭亡了 但张良家是代公卿 家资封后 光扑役都好几百人 作为韩国的铁杆忠臣 张良心存国破家王之恨 一心想要报仇 而他的仇人正是秦国和秦王嬴政 为了报仇 张良省吃俭用 弟弟死了也不厚葬 用全部财产 据寻求勇士谋刺秦王 史记刘侯世家记载 韩破 梁家同三百人 弟死不葬 西乙家才求克刺秦王 为韩报仇 以大富 富武士向韩故 后来刺秦失败 张良改名唤姓 逃到夏批躲藏了起来 在夏批时 张良遇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黄石公 他传授了张良太公兵法 一个是向伯 向伯因为杀了人 也逃到了夏批 在夏批遇到张良 张良就下了向伯 张良在夏批 行侠仗义 一住就是十年 公元前209年 陈胜 吴广在大泽乡 揭竿而起 紧接着 各地反秦势力 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张良也聚集了 一百多号人反秦 但这一百多人 确实不够看 加上张良也明白 自己不是统兵打仗的帅才 便计划率众投奔警局 却在半道上遇见了刘邦 张良与刘邦一见如故 两人志同道合 于是张良决定追随刘邦 史记刘侯世家记载 景居自立为楚甲王 在刘 梁欲网从之 道欲佩公 佩公将数千人 略得下批息 岁鼠言 佩公败梁为旧将 梁树以太公兵法说佩公 佩公善之 常用其策 梁为他人言 皆不醒 梁曰以佩公待天寿 故遂从之 不去见警局 从此 张良追随刘邦 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开启了他千古 第一谋盛的成长之路 前末农民起义后 各路异军共伐报秦 约定先入定关中者 王之 公元前207年 刘邦听从张良的建议 舍弃原来从洛阳 向寒谷关进军的方案 改到南下 计划先取南阳 再出武关至咸阳 刘邦到达南阳后 采用攻心术 招降了南阳太守 拿下南阳 就意味着打开了 通往关中的大门 也为西晋解除了后顾之忧 得到南阳后 刘邦继续西晋 过了武关 在摇关这个地方 遇到秦军的阻挡 刘邦打算强攻摇关 但被张良阻止 张良认为 此时秦军的实力还很强 强攻不一定能拿下 就算拿下了 自己也会损失惨重 张良建议一方面 用重金收买摇关守军 另一方面派兵在摇关前的山上 插满旗子 以迷惑秦军 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 并派立即去说服了摇关守将 摇关守将果然叛变 搭用与刘邦联合进攻咸阳 张良怕秦军反悔 建议刘邦趁关内守卫松懈 直接攻打摇关 刘邦听取了张良的建议 在摇关打败了秦军 随后刘邦大军来到蓝田 与秦军决战 再次大胜 刘邦一路披荆斩棘进入咸阳 紫英手捧传国玉戏投降刘邦 秦朝灭亡 刘邦在张良的计策下 仅仅用了一年 就成为了最早进入咸阳的诸侯 不得不说 张良的确是一个足智多么的奇才 刘邦平民出身 过惯了穷苦的日子 他进入咸阳后 简直就是刘姥姥进了大官园 大开眼见 刘邦看见华丽的宫殿 和数不清的财宝 刘邦就开始飘了 他决定留在秦宫 享受生活 反快劝刘邦 刘邦不听 好在有张良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史记刘侯释迦记载 良曰 夫秦为无道 顾佩公的致辞 夫为天下除残贼 以搞肃为资 今始入秦 吉安其乐 此所谓祝节为念 且忠言逆耳利于行 毒药苦口利于病 愿佩公听反快言 刘邦这才回军住在坝上 同时刘邦与关中百姓约法三章 得到了关中百姓的拥护 两个月后 项羽进入关中 于是便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鸿门宴 在整个鸿门宴事件中 张良展现出了卓越的智慧和策略 张良利用项羽的犹豫与纠结 同时依靠项博这个人脉 随机应变 既帮助刘邦安全脱离了险境 又是项羽内部埋下了君臣不合的祸根 公元前207年 项羽分封天下十八路诸侯 刘邦授封汉王 封地在巴蜀 巴蜀地里位置偏僻 人烟稀少 刘邦心里很不爽 但不爽有什么用呢 打又打不过 只能听从吩咐 关键时刻还得靠张良 张良把刘邦赏赐他的金银珠宝 全部送给了项博 委托项博在项羽面前 美言几句 把汉中这个地方给刘邦 项博接受了 事情办得也很漂亮 刘邦得到了汉中 有了汉中 刘邦就有了东处的基础 史记刘侯世家记载 汉王赐梁金百亿 朱二斗梁聚已献项博 汉王一阴令梁后一项博 实请汉中帝 项王乃许之 遂得汉中帝 刘邦在去往汉中的途中 张良建议刘邦烧掉战道 以此向项羽表达 自己再也不回来了 让项羽放心 刘邦照做 战道全部烧毁 项羽听闻之后 非常高兴 公元前206年 刘邦率军离开巴蜀和汉中 平定了关中三秦大帝 平定关中之后 刘邦升为大振 这个时候的刘邦 彻彻底底飘了 公元前205年 刘邦趁项羽攻打齐王田荣时 率军攻打楚国 直倒楚都彭城 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彭城之战 彭城一战 刘邦遭到了自起兵以来最大的惨败 主力部队被项羽全歼 此时的刘邦开始心灰意冷 张良一边给刘邦加油打气 一边给他出谋划策 张良提出利用矛盾 联兵破楚的策略 建议刘邦拉拢彭越 策反项羽手下的第一肖将 鹰部共同对抗项羽 刘邦采纳了张良的建议 收集残部 退守行仰 张良的计策 不仅为刘邦打了一针强心计 还是刘邦从战略防御 转为战略进攻 扭转了刘邦的局势 公元前204年 刘邦被项羽围困在形阳 刘邦听从利益机的建议 准备分封六国诸侯的后代为王 共同对抗项羽 以解燃眉之急 张良赶到 给刘邦分析了 这其中的厉害关系 张良认为 刘邦如果不打败项羽 就分封六国诸侯的后代 他们反而会跟着项羽 刘邦把土地都分出去了 那些跟着刘邦打天下的人 十分生气 冲动之下 差点酿成大错 张良和陈平 联手劝阻 最终说服刘邦 封韩信为齐王 张良不仅缓解了刘邦 与韩信的矛盾 使双方再次合力进攻项羽 还带走了韩信精心训练的兵马 公元前203年秋 刘邦和项羽 定立了鸿沟之约 约定以鸿沟为戒 东边是项羽的 西边是刘邦的 定立鸿沟之约后 项羽率兵东归 此时张良和陈平认为 如果放项羽回去 那就是放虎归山 以后再想制服项羽就难了 他们建议刘邦 硬攻其不备 一举消灭项羽 刘邦一听 马上便命令部下追击项羽 同时在张良的建议下 刘邦加封韩信和彭越 二人出兵 和刘邦一起 把项羽合围在该下 一番激战后 项羽大军死伤惨重 此时张良又建议刘邦打心理战 让汉军唱起了楚国歌曲 楚军意志被彻底瓦解 项羽突围出去后 在乌江自吻而死 该下之战 项羽被刘邦彻底打败 刘邦一战定天下 成为天下之主 公元前201年 刘邦称帝建立汉朝 刘邦对一般功臣论功行赏 张良被封为三万户侯 这相当于肖和 曹参 梵快 夏侯应四人十亿的总和 但被张良拒绝了 张良只愿受封刘献 于是刘邦最后封张良为刘侯 张良受封后 很少献严献策 慢慢淡出了朝野 张良身物鸟尽工藏的哲理 同时他也看透了刘邦 张良本来就体弱多病 于是他便以病为由 闭门不出 远离朝堂的纷争 专心修炼道家学说 静居行器 欲轻身呈献 后来西汉的开果功臣 死的死 逃的逃 基本被刘邦屠戮殆尽 只有张良得以善终 公元前186年 张良病逝 适后文成侯 纵观张良一生 从贵族子弟到亡命江湖 从一介不依盗锋万户侯 他足智多谋运筹帷幄 又淡薄名利 功成身退 刘邦不依出生 性格粗鲁无礼 唯独对张良被加尊重 十分的重视 一生都很信任张良 所谓谋圣 不仅谋于朝堂 也谋于战场 不仅谋于天下 更谋于人心 他不只是一个谋士 也是一面旗帜 更是一个真正活通透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